Kristen她有一天text妳說 想要再給妳發展看看 請問妳會給我機會嗎 就 Oh my God Jodie sorry 然後分手不久吧 她就去找女生那些了 不然不是很敢相信愛情緒欸 妳把自己關起來了 勾勸對妳有感覺 百萬點擊率慶祝系列 今天我們有的是Victoria Yeah 還有Kristen 還有Berfley李偉俊 然後大家如果有注意上一集的話呢 嘉賓都是帶我們去她的家鄉 來品嘗她的美食 但是基於呢 Victoria本身是住太平的 所以今天帶我們來的這個地方呢 叫做Lik Chan Ice Cream 她是跟她的舊情人有關係 舊情人 是什麼時候過來這裡的呢 去年唄 去年 她有很多故事可以慢慢挖 我們先去選Ace Cream吧 Let's go Okay so Coffee is in chair Yeah Oh this one is great food This is chili is it Yeah this one has chili but it's actually like not bad 欸Victoria妳怕辣嗎 對 來 More chili please More chili You want this one and then I put the chili on top Oh more more chili Galaponia you know Galapiano Galapiano All in cups Yes thank you Okay 因為剛才就有提到嘛 Victoria是跟舊情人來到這裡 就是Lik Chan 這個 Ice Cream 店啦 Okay 然後當時候是她帶你來的嗎 還是你自己推薦要來這裡 欸 等一下 Before that 我覺得我們要先來旅開她的情史 啊 最早的戀情在幾時 呃 16歲 16歲 然後上一段關係是幾次 去年年尾 上一段就是這個帶你來的啦 啊 OK 是因為什麼原因分手的 他講還要專注事業 但是最後 專注事業到 早事業到 早事業 哦 很順耶 所以妳是被劈腿 沒有啦不是被劈腿 哦 是冷就淡掉樣子嘛 對 可是是合皮 是合皮分手 是合皮分手 妳們在一起多久 妳們在一起三年多 要四年了 等下妳們講認識的我很好奇 講認識啊 就是她住在我好朋友家對面喔 Okay And then她會一直react我的story 所以那個人她大約是大妳幾歲 大我四歲 四歲 妳會比較prefate年齡大的 Yes 我可能就是比較喜歡被照顧吧 所以在感情裡面可能好像Catrine那樣子 我要媽媽 妳會跟她玩碟字嗎 她好會 Oh my god 高冷大姐Viktoria會玩碟字耶 來講妳講過一句的碟字一下 我要去碟碟了 啊 啊 碟碟 好啦給觀眾某一個浮料不要 怎麼樣 就假設前面是那個妳喜歡的人 Oh no 妳就講 Baby我要去碟碟了 Baby我要去碟碟了 哇很粗那聲音 Baby Baby是做了什麼對不起妳的事情 Baby 我要去碟碟了 我要去碟碟了 我去碟碟了我 妳小心一點喔 1 mo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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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2 1 Baby我要去碟碟喵 哇 哇妳是用這種聲音的 我會 妳會這樣的嗎 我跟妳一半我會撒嬌欸 怎樣 Kristen示範一下假設Kristen是另一半 Oh my god Jordine sorry 啊 喂 什麼東西 哎呀 不能啊 很小心啊 Baby啊 什麼 Baby我要去碟碟了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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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一下 等一下 喔 這個咖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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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咖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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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妳先試這個吧 這是咖啡 喔 她一開始是 OK 她一開始有那種就是妳吃那種青椒 紅椒那種味道 那個椒味啊 我不能這樣形容 然後妳吃下去過後有辣椒味 到後面她有點辣辣這樣子 哇 是不是 還有那種吃炒飯那種辣椒 後面那種辣椒 給我炒麵一份 謝謝 我要配醬油 謝謝 她蠻驚奇的 妳吃下去就感覺是一個蠻普通的冰淇淋 可是她的後勁就來了 對 辣椒的那個後勁 是是是 我的是咖啡 所以妳跟那個前人到底怎樣 哈哈哈哈 不要這樣 因為我本身是一個蠻怕咖啡的人 嗯 但是這個吃下去完全不會有那種很重的咖啡 這兩個都是她的signature 她的signature 對她的signature 欸我們試試看這個great fruit 就是很great fruit味啊 我覺得喜歡酸的人很喜歡這個 喔 它酸到旁邊痛 這是一個真辣椒喔 它前面的味道其實是什麼來的 它前面是lice 是lice 蠻淡的那種lice味 它是淡淡的lice 但是過了不久過後 然後辣椒的那股辣勁就會衝上來了 嗯 然後會燙滿妳整個舌頭 很難去形容 我覺得如果要吃的話 可以來這裡試看看 因為這真的是蠻特別的 下一題Crisis想要問什麼 上一任啊 呃 她讓妳最上限的時刻是什麼時候 是她 跟我說她之後會追回我 可是她又去找別的女生 就是最後分手的時候 是她分她要分的 她先提的 啊對對對 所以我才會來這邊 蛤 怎麼跟這邊的故事是怎樣 有點勁爆 有點勁爆 來這邊找其他的男人 沒有沒有 哈哈哈哈 那時候我發現了我們感情是蠻平淡的嘛 就想說出來玩一下 因為我是在太平嘛 我們兩個 然後來這邊也是沒有什麼講話 她就幫我拍照喔 拍完了 她就聽電話講電話 然後 啊就也不是工作什麼東西 就純聊天嘛 跟別人講話 而不是專注在這個約會對象身上 啊 當下這時候有分手的念頭嗎 沒有 因為我是最傷心的 就是她跟我分了過後 我就是一直打氣給她 要求複合 沒有啦 自從拍了對妳的感覺之後 我發覺她是深情派 就是她認定了這個人之後 她是就是會go all的 一樣一樣 我也是這一類的人 就是妳不用cue自己的 我是這一類的人 我是這一類的人 她也要認識一下我吧 如果今天不管怎樣 我們考慮完了 決定跟她走一輩子過後 她在途中突然間做了一些 讓妳傷心的事 我們會很就很容易受傷 很傷心 而且那時候她連房子都賣了 就是我們兩邊的家人都很熟悉啊 都已經見過了 對對對 然後我跟她家人也關係很好 但是就是沒有想到會搞到這樣子喔 然後分手不久吧 她就去找女生那些了 那當下妳有覺得很渴嗎 有很渴耶 妳有做什麼舉動嗎 還是 大家好 跟朋友出去媽媽啊 我也會 一直想到 會一直想到 會走去旁邊 然後拖她 然後拖她 又躲在那邊跟她講話 然後有時候會講到哭這樣 啊 好心疼耶 如果我是跟她去吃飯的朋友的話 我會很 很心疼 不知道要做什麼耶 我也替她感到很心疼 但是又不能怎樣 妳有因為這段感情 從妳以前的這個 妳知道的條件有改變掉嗎 會耶 會耶 就是可能 會不是很敢相信愛情去耶 一大地關起來了 就 連一個 對妳這樣好這樣久的人 突然間這樣變掉喔 然後就覺得自己是不是不懂愛情喔 因為我也是經歷過類似這樣子的東西 之前我在節目也是有大概講過嘛 就是之前 有一段感情還是我完全信任 完全就是我沒有看手機什麼 就算是經常有一個人 一直Taxie Tattoo好 我都完全沒有懷疑的 結果到後來就是那一個人 從頭到尾她一直都在 我才是那個第三者 但是她跟我講的是 對她跟我講的是 我是那個名正言順的那個 就是她的另一半這樣子 所以妳是被玩 可以這樣子講 可以這樣子講 而且那段感情是前面斷斷續續的 我到後面又回來這樣子 又發生這樣子的事情 的確有一段時間 我是好像比她那樣子 就是會覺得說 哎呀不可能的啦 我連這樣信任的人都會 都這樣子了 這樣我覺得說 不會有人再對我更好 這樣子的感覺喔 但是 就我覺得說 終究有一天妳還是要打開自己 因為這個世界上太多的人了 妳不能就真的是封閉自己 好像我自己會想啊 就是這個世界上幾百萬人口 為什麼我要就是 因為一個人 因為一個人要這樣子勒 對自己也不是很健康啊 公開的去探索 總有一天那個對的人 還是會出現的 嗯 好啦沒事啦 沒有沒有 來吃一口辣椒 幹下去 為什麼 為這個渣男幹下去 來請吃一口 就是要來吃吧 你真的怕嗎 如果你真的怕 一點點就好啦 你小火啦 我不要強迫她 他也真的太一點點了吧 你很客氣耶 真的很一點點 真的很一點點 小姐有咬到嗎 有 他吃我沒跟著吃 剪刀手指頭 薯的人就吃一個手指頭的大小 一個手指頭 大概就這樣 大概就這樣喔 剪刀石頭 呀 他人家全然有 我都很長 來請吃吃看 你好像開始紅了耶 哈哈 他耳朵很紅 他耳朵是真的紅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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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親它 gente 他耳朵很紅 ay Kristen 進你這個居然0厚 我也陪你吃 这个后巾有辣的 哇,很够耶 我一看到它开始红了 做自己一打 有酱油吗?想问 好,我们刚刚吃完辣椒 现在大家轮台,所以看赶快来 对你有感觉的问题吧 在过程中呢,其实Viktoria 有对Kristen嗜好 为什么要走啊? 但是Kristen拒绝了它 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个片段 我会选Tulina 很明显啊,这是你的类型 对 现在如果啦,我问Viktoria Kristen她有一天帮你 想要再给你发展看看 请问你会给我机会吗? 你会呗? 你这是要问她啊,你不要问Viktoria OK咯 你回答吧,我没问题,OK 这个5050瓜 5050 OK啦,Fair啦 5050,Fair啦 Jory现在在磨刀 你知道吗? 又来了,多一起 对,是5050 这是我喜欢的那种 样子 可是她会,可是她会在你上下班 她很懒惰开车的耶 我走路上班 她做命的车的 不要了咯 就虽然你小过我 可是你没有 那种滴滴的感觉 但是我想问你 可是如果看了 Goshin对你有感觉的 这三位男嘉宾啦 就最符合你的 择偶条件的是 应该是家宋 等一下,所以 50 open to Kristen 50 open to 家宋 对不对 为什么是家宋先 她是很体贴 她也是一个 我觉得她人品 家教都很好的一个男生 这样我可以理解为 你喜欢绅士的男生吗 对对对 Hasian Gentleman 我是好奇 就是这七位 包括你自己本身的男女嘉宾 你觉得跟谁是最接近的 对,好像是Shawn 是Shawn 反而是Shawn 我跟他变兄弟了咧 就他会 有时候他会召唤我 跟我讲心事 我已经是到那种 要拉他跟我的好朋友 前线的那种地步 我有带我的好朋友出来 然后也有带他出来 你觉得成功 然后呢 然后呢 觉得怎样 就 就觉得他们彼此 是对方的影响性 大家敬请期待 有 所以如果还有多一次的 购选对你有感觉 你还会再参加吗 会 会 如果那时候我还单身的话 大家敬请期待 而且说到观众朋友们 其实我在留言区看到很多人 有对每一位嘉宾来做他们的性格的诠释 对 就好像我看到Cristin 有人讲他很Playboy 哈哈哈 为此你有什么话想说吗 简单来跟观众说一下 呃 首先我觉得第一 是因为我抱着心态是就是来拍节目 但平常一定是不会这样子 因为我觉得说来拍节目 大概我还要很熟练 然后什么都不讲 然后我想表达自己想法 这样子对观众 对我们自己本身 都不是一个健康的东西 对不对 所以我来到这里当然是 就比较直求一点 然后就比较open一点 就open to anything 这样有什么想法就讲出来 而且我自己本身也是比较多话的人 这样比起其他嘉宾 可能稍微我会更加多话 所以在这方面 我诠释的比较多 他比较粗粗一点 对 而且在这样短的时间以内 要选一个自己喜欢的 我觉得是很难的 对 所以他会看起来很花心啦 28个小48 而且我必须说 就是我们这样子私底下 跟Cristin接触交流下来 Cristin还蛮专情的 而且我可以跟大家分享 那时候我们在泰国之旅的时候 过去的之旅 那时候我就死无中毒 然后大生病 结果那些Oliver啊 Mac啊 Cristin啊 不理我 只有Cristin一个人想 欸brother你还好吧 你现在要怎样怎样 很暖心的为你好啊 我就当下我就get到 哦 难怪他在对你的感觉里面 那么受欢迎 是有点的 可是不代表你play 不代表你play 你知道吗 所以还是最要差我一刀啦 就是你的性格本来就非常好 只是说 在感情部分 我可以看得出你是一个很 我比较专情的人来的 嗯 yeah yeah Victoria呢 你有什么话想要对我们的观众朋友们说吗 我觉得不可怜啦 不用可怜我 可能就是 我真正的缘分 没有在这个节目里面 yeah 欸等一下我说一个讯息 欸有一个观众讲说她想要看Victoria说 可以这样 BB我想要去妈妈吗 哈哈哈哈 再来回多 谋多一次福利 好硬啊 OMG 3 2 1 BB我要去妈妈吗 哈哈哈哈 我觉得我觉得有了啦 有了啦 大家跟她scoot之前 至少看到她腼腆的样子啦 OK 那也非常感谢Victoria今天可以来到这边 陪我们一起来聊天咯 那大家之后还想要看到更多的男女嘉宾呢 呃带我们去她的家乡吃什么美食的话 要留守购倦咯 那记得一定要like 然后要share我们这个video 然后记得要subscribe我们youtube channel啦 我们下次再见 拜拜 拜拜 冠军 歌手 舞者 评判啊 主持人 郁姐 Hibi 够了啦 因为我以前觉得她有点Hibi感 有那种 有一点有一点 她放空就是她发呆 她没有讲话的时候是有的 对 诶 诶你可以懂我Q吗 你是主持人呗 他是主持人 他一直以为 他一直跟我讲他 like you can maybe add a you know spatial one or maybe you can put your socks or something 哈哈哈哈 这样啦 好啊